通俗易懂聊宇宙 大家好 这里是宇宙杂谈 我是林某 上期因为一个粉丝的问题中 提到了相对论行质量这个概念 所以就针对它大致说了下 虽然已经尽量用科普的语言来解释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觉得一脸懵逼 不过也还是有一些大佬 从专业角度表示了 不应该那么去解释 所以我特地再做一期来说说这块 首先原问题中提到的相对论行质量这个概念 现在确实不怎么用了 包括动质量或者惯性质量的概念 它们是早期侠义相对论 为了拟合经典力学的形式而生造出的这个概念 其实质量这一概念 在侠义相对论发展的过程中 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 早期的时候 为了保持动量表达式的不变性 也就是P等MV 侠义相对论中使用的质量 就是动质量或者相对论行质量 所以在那个时候 物体的质量与物体的惯性 是挂钩的 也就是所谓的速度越快质量越大 然后基于这个提出了智能方程 表示质量和能量成正比 其实这两者不仅仅是成正比 在现代物理学看来 它俩其实就是一回事 也就是说能量E与相对论行质量M 在事实上是等价的 当有了能量这一物理量后 其实就不需要再重新定义 相对论行质量这个物理量了 所以在随后的发展中 相对论行质量以及动质量这些概念 就被渐渐抛弃了 直接用能量来表示物体所具有的惯性 而物体的质量 现在只代表净质量的意思 也就是物体在加减速过程中 以及在变换参考系前后 都不变的这一部分能量 也叫做内秉质量或者不变质量 它是个洛伦兹不变量 在这种定义下 物体的净质量 只是物体的总能量的一部分 所以上期视频中才会说 如果你要把净质量带入到智能方程 那么你只能得到净能量 关于相对论行质量或动质量这类概念 其实在侠义相对论刚提出的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人向爱因斯坦提出过意见 觉得不应该这么叫 而且爱因斯坦在回信中也没有表示反对 虽然在自己的论文中 他依然还是会用这一类概念 不过就像开头说的 它是人为强行创造的一个虚的概念 它来自数学运算的结果 没有真实的物理机制与之对应 所以现在它确实只是一个历史遗留概念 另外关于引力这块 先不说侠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其实说的很明白了 真正产生引力效应的 是作为整体存在的能量动量张量 是与时空曲域相关的一个几何量 所以产生引力不仅仅是因为质量 准确来说不仅仅是因为净质量 所以我认为归根结底 这只是一个概念解释问题 在物理学中概念本身并不是本质和核心 数学模型更本质 针对智能公式E等MC方 无论认为它是用质量定义能量 还是用能量定义质量 事实上没啥区别 为什么呢 因为两者数学上是等价的 只是解读公式的角度不同而已 其实很多人对智能公式有意见 觉得这个公式不严谨 应该用更普世的能量动量关系 也就是E方等于M方乘以C四次方 加上P方乘以C方 后面这个P代表着动量 只有当P等于0时 公式才能被简化成E等MC方 所以说传统的E等MC方这个公式 其实只是计算净质量 这么来看的话 这个智能公式确实挺没用的 但是无论这个公式在专业学术中 多么不受人待见 也不影响它在我们普通人心目中的地位 它甚至已经成了相对论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霍金在写时间简史的时候 出版社就提醒过他 你书里每多一个公式 读者就会少一半 但是最终他还是保留了全数唯一一个公式 就是E等MC方 因为对于科普来说 他足够了 好了 最后还是要感谢大老门的指证 向你们的专业精神致敬 通俗与懂聊宇宙 我是林我 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gitched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ух子